哈喽 哈喽 今天来带你们看的就是什么一个房产 就是叫赖的MQ 叫 Alarm Damai 所以今天带你们来看的这一间是三层楼 3 story 然后它是限制单位的 所以如果你们知道在叫赖 Alarm Damai 你要找出这样的地下 Park City 的感觉 又有湖景 或者是又是 Freehold 又是 Strata Title 的 你就要找这一个 所以来 跟我来看 三层楼 OK 这一个是 Strata Title 跟我们来开箱 登登登登 它是特别高的 High Ceiling 厕所 然后这里有一个房间 它是 Guest Room 来的房间 差不多可以放到 Queen Day 所以这里是 High Ceiling 厨房 厨房 area Red Kitchen Red Kitchen 在这里 Red Kitchen Blightning 还有整个进来这个感觉 哇 哇 太棒了 太太太棒了 来 我们走进去看它的花园 它的公园 我有好几个视频在这个档案里面 所以你们可以等着我们来看 哇 你不需要买到什么呢 或者是也不需要买到 Rawang 这样的 嗯 这个是你的单位 三层楼 Tree Story Limited 剩下最后一间的 Sub-Seal 单位 哇 有好多人问我 为什么买 Strata 不买 Individed 或者是有什么分别 其实 Strata 有 Strata 的好 因为为什么 刚才我进来呢 它是要Gard House Registr 比其在QR Code 是很严的 然后它是 你给的Maintingency 照顾那个服务 照顾这个整个Development 好像Densha Park City 然后很重要的是 你的外观是不能 改任何东西 它是这样子的 都是这样子的类型 是不能改 不能讲Extend 是加的话 是涂颜色什么都不可以 所以它就是这样漂亮的 所以 Strata 它的好就是 第一 你是要Maintain Gard的是更严 然后它是不能改任何的设计 所以你进到去 你不用怕看起来很乱 很messy 就是青红蓝 或是青紫白 外观那个屋子 或是Extend Extend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路身 是很不同的 每个屋子是很不同的 刷到它都是一系列 全部一样 就好像那种Vanglori 全部美美的靠站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的Garden是超级严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它的房子里面 OK 现在我们在Ground 4 我们就上去它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楼梯 全部做好了 很大的 它是跟这个Size OK 然后我们再进去 它有5加1个房间 所以这个是小小厅 厕所是小学校 团在跟房间团 你看 它主任务 一流 然后我们现在上去 上去呢 又有一个房间 OK OK Mustroom 这里你可以做Wardrop area 或者是房间在这里 床在这里 Wardrop area 或者是你可以做TV room在这里 然后自己的厕所 开个房间 开个房间 我们上去 上面也有两个房间 OK 又是自己的厕所 两个房间 哦 我们要进去 哇 它的rooft 又有一个房间 这个是Mate room 或是laundry room 里面 Mate room 或者是laundry 然后记得留意我的视频 因为我里面 你可以subscribe 还有很多很多种的东西 但是这个 是梦寐已久 你们的Freehold KL 去Strada开的 外国人都可以买 所以说外国人也是可以买 OK 拜拜